嗨,大家好,欢迎来看今天的收盘总结,那我们看今天三大指数有一点点涨跌护线,还是道琼斯比较强势,道琼斯继续向上走高,又是一个新高的节奏,所以说没有什么问题,30分钟的图形上面道琼斯还是非常强势的,那你没办法,只能继续往上看涨,现在肯定没有看跌的迹象了,道琼斯今天又是新高, 肯定没有看跌的迹象,问题就是说这个双顶会不会走成,走成的话也顶多先来看一个pullback,先看一个回抽,然后还有可能回抽下来之后在这个平台上整理整理,然后再继续往上就走高,所以现在是三大指数,除了纳斯达克表现疲软一点以外,大家都没有任何回调的迹象,包括这个标普也是,标普呢顶多现在这个地方就一段pullback算是一个高位双顶, 双顶你再回抽一下,打到个200周期均线的位置,还是可以继续往上去走强的嘛,对不对,就是其中的个股,我觉得再往下的这几天交易呢,就会稍微显得有点困难,还是能出手的,还得是纳斯达克里面的产品,为什么呢,因为大家看一下道琼斯在不断的往上涨,是谁在领着道琼斯往上涨, 那我们今天可以回头来看一下,比如说像这种UNH这种产品,天天涨,一直在这个地方连续信用的不断的往上涨,UNH就马上就要快到了压力上延边了,这就不值得再进场了,它已经上升通道,已经快接近压力上延了,大家怎么做呢,是不是应该等到回抽压力下延的时候,再去进这个场,对不对,所以UNH已经涨了很多了, 然后我们这两天还提及到,比如还有什么宝洁,这种涨的很多,那这个宝洁是上个周我们在做美股符号的时候,这个Jackson老师跟大家去分享的,那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的可口可乐,经过漫长时间的等待终于往上抬头了,所以应该就是还有3M也是在连续不断的往上涨,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过去做节目当中,多次跟大家去强调并且去建议的股票,那如果你买了, 相信你今天都是应该有非常好的回报了,你看可口可乐,是不是也很好,那现在还是那个问题没有涨起来的,也就剩沃尔玛了,也就剩沃尔玛还没有起来了,那你看Costco之前的涨幅掉下来之后,是不是直接一个微型反转就上来了,所以好的股票要敢于逢低买入,那纳斯达克的科技权重的确实是有那么一点问题,涨的确实是有瑕疵,一直没涨起来,不过你看Facebook是不是也很好,所以纳斯达克里面的权重, 依然还是可以去向上做多的,现在的大盘呢,道琼斯的这些股票,你也不适合再介入了,我们前期是提醒这些股票了,但是它已经涨起来了呀,涨起来你再买那不就追涨吗,前两天跌的时候你不买,不要等涨起来再买,那不典型的等于被套吗, 所以呢,还是挑那些趴在地上的股票,苹果,亚马逊,这些产品呢,趴在地上大家去购买,为什么要去买这些产品呢,因为他们的盈亏比比较好,这样子的话,你现在这个位置上来做这些纳斯达克的权重,你的亏损空间是不大的,行情不对,苗头不好,你可以离场,可以跑路,没有必要在这个地方跟他耗着, 所以,但是此时此刻来讲的话呢,既然盗琼和标普还是这么强势,你很难保,拿一下纳斯达克不犯抽风,像这个Facebook一样,就再蹭一下就上来,就长得特别特别的好, 然后今天的波音也不错,波音也是冲高之后回踩一个上涨,那么也有很多人问,我们对于波音,对于航空股,达美航空啊,还有什么LUV啊,这种看法,那我这个图形已经给大家画出来了,是一个标准的上升通道,你说前两天打到这个高点, 你非得买,那你不套,你套谁呢,他回调下来了,打到支撑点了,给了你机会了,20天均线小买,50天均线大买,这也是我在过去做节目的时候经常跟大家分享的, 就20天均线这个地方呢,我是又重新进场了一下,然后,但是现在还是有浮亏,有的会员可能50天均线这个地方去进场了,那整个的这个趋势这个上升通道啊, 还是应该继续去向上看涨的,所以呢,对于航空类的产品啊,对于波音,对于达美,对于LUV,这三个,这算是三个基本面比较好的产品, 它们的整体的方向呢,你还得继续往上看涨啊,这个是跑不了了,没有什么悬念,那SPY, 现在没有回调的迹象,我们在关注的点是什么呢,看这个标普的指数,它如果直接的去到4000点, 那它有可能就是一呼一呼一呼的走上升通道,那么上了4000点之后就会再掉下来, 但是如果它在这个平台上方,它是整理的,在这里徘徊整理,经过一段整理震荡, 波动波动,完了以后再去突破,如果伴随着一个成交量放弃的话呢,这就是一个breaking out, 那就是后续还有一大幅度的上涨在后面等着的, 所以我们取决于这个4000点是轻描单写的涨, 还是说整理之后再施点劲的往上涨, 这个决定了我们这持仓周期,如果是轻轻涨到4000点的话, 我们可能要减仓离场,慢慢开始减仓, 如果是整理这个地方的话,突破的时候甚至可能是要去加仓去下手的, 好,大家一直在说看跌看跌看跌, 一路看跌,大盘一路走高,就是这么个情况, 所以还得是强势股啊,强势股,但是现在强势股也不行了, 那你没得选择的情况下,还得回来看纳斯达克的股票, 好,谢谢大家。